現在示範如何安裝鍵盤 鍵盤輸入 請先於首頁 往右上角按六個點 尋找一個叫做APK INSTAL 綠色機器人 按下去之後 去尋找一個叫LIME HD的軟件 下載之後安裝 請確定平板要先連於網路上 安裝完畢按開啟 開啟之後 它會請你預載一個資料庫 預載資料庫按上去之後 它會跑一分鐘 一分鐘完了之後 LIME HD的軟件就會安裝於平板電腦 此時 請按右邊的鍵 返回主頁的畫面 於設定的 請將設定 打開 選擇 選擇 語言與輸入裝置 將LIME的選項打開 打勾 再返回首頁 此時按左上角有一個放大鏡的搜尋列 你就會看到LIME已經下載 那怎麼切換中英文 中英文就是按這個 最下角 這個圓圈圈的循環鍵 你就可以變換中文跟英文 那我們現在LIME是可以支持外部鍵盤輸入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將此條線 此條線透過小轉大的轉接線 插入平板電腦中 插入完之後 它會自動 自動去 自動 它會自動 用 收到 外部鍵盤所輸入的訊息 那如果要切換 中文請按 Ctrl鍵 加空白鍵 它就會切換為英文 再按一次就會變回中文